4公分魚刺有10米 73歲翁剛門口夾出 像那個魚的魚刺 你會不會特別小心啊 都要細腳慢咽 對啦 對啦 阿公阿嬤像你們這樣 慢慢吃才是正確 不然可能會像下面這個李爺爺 一樣就危險了 台中有糖尿病 半攤的李爺爺 吃東西狼吞虎咽 不知何時吞下4公分的草魚魚刺 魚刺就這樣 從嘴巴經過食道 餵小腸大腸 旅行了約10公尺 最後在鋸鋼門口5公分 職場處停住 去年底里爺爺發燒 又食慾不振 就一檢查一照X光 救出凶手卡在職場 引發壞死性肌膜炎 醫師緊急開刀 取出魚刺 經過清創 爺爺爺也好了 那這一次呢 從嘴巴吃進去之後呢 漂流了很長段的 這個所謂的腸胃道 而且卡在呢 這個我們的職場 跟著鋼門扩葉劑的地方 一般比較容易開來就是在小腸 因為我們小腸主要是在我們 這個腸胃道呢 大概有六成到七成的一個比例啦 那這護膜炎呢 如果不好好處理的話呢 可能會造成敗血性生命 甚至生命的威脅 香菇啦 玉米啦 柿子 柑橘類的東西 所以含有夾膜 或是說有些他們還有一些 所謂的丹磷酸 在我們胃內的跟胃酸的 就混合作用了 變得比較厭稠的東西 因此呢 會更容易造成呢 它不容易消化 一塊一塊一坨 那因此呢 會造成呢 我們的消化到我們的阻塞 當然又有 比較好薄喔 對 老胃就很安 就有了 馬桃 4 6 8 7 7 8 9